好,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太阳最红,毛主席最亲的简单版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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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最重要的一点呢,就是我们的摇指前接了一个短的小耳音。 那么这个短的小耳音呢,就是弹完之后直接进行摇指。 这样的一个小耳音,那么这个小耳音呢,首先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呢,就是说,一定要让自己最后练习的成品是这个耳音和摇指是紧接的关系。 千万不要把它放得特别大,比如说,这样的其实是错误的弹法,要让我们的这个小耳音和摇指紧接。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小耳音和摇指的这样的一个位置,所以这是一个练习的一个难点。 那么左手呢,相对我配的这个和弦就会简单一些,就是八分音符。 好,那么第二小句的时候,实际上为了这个音乐的推动,我把主旋律位置呢,进行了一个小撮。 注意这个地方。 好,这个小撮一定要注意它的整个旋律线条的一个走向。 好,我把这一句完整的给大家做一下。 小撮。 这样的一个部分。 好,接下来呢,我们的右手呢,相当于用一个大撮呢,持续地推动到了一个, 就是影子部分的一个小高潮。 那么这个影子部分的一个小高潮呢,要注意左手,爬音一次向上,一拍一个。 然后,在我们的摇指结束之后的大撮位置呢,一定要把力量给接上。 什么意思呢? 好多人弹这一句的衔接的时候,会有一个这个问题。 摇指已经推上去了,但是这个兜接不住。 把这个兜给。 把这个力量给降下来了,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位置。 这才掉下来。 好,接着呢,就是我们开始进主旋律部分的一个地方了。 那么我们的简易版呢,实际上就是把两段的主旋律呢,重复了一次。 但是呢,要重要,要说的是,那个,这两段的这个主旋律呢, 还是运用了一个,一个是单音,一个是小撮的,一个变化的一个办法。 然后在左手的位置呢,也有进行添加,第一部分呢,用的是八分音符的位置。 第二部分呢,用的是十六分音符,去叠加把这个,就是情绪推动上去的这么一个位置。 那么进行左右手配合的时候呢,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重点, 就是摇指再去接下一个音的节奏的时候。 那么摇指的那半下,实际上,大家能看见我们的左手通常都是有一个空拍的。 那么这个空拍的位置和整个左手的这个衔接的节奏是需要练习的。 比如说,这是第一个部分。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一样的音,但是我用了小撮,并且左手的节奏也进行了变化。 好,这个第二部分的时候的这个左手对应的这个位置。 要说的是什么呢? 首先在这个摇指前有以音的这个状态下,就已经非常容易让这个节奏变慢了。 然后呢,这个节奏变慢了以后呢,再加上左手进门的时间, 这两个节奏点呢,一定是需要练习的,要不然就会弹成。 这个节奏就已经发生错误了,首先拉到sou就已经慢了。 然后,dou, so, la, do, re, con, dou, so, la, do, re, 这个地方的节奏也实际上已经稍稍慢了一点了,所以这整个这一句。 是一个一样的节奏型的一个编配。 那么在接下来往后走了以后呢,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, 就是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一句回忆,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尾声的一个感受。 那么在这个小尾声的这个部分呢, 要做键慢 左手小指开始 好,有一个重点是什么? 因为我们摇指结束在中音dou, 那么我们左手整个分解和弦的结束也是在一个中音dou的位置, 那么就会涉及到比如说两个音之间会有相撞的这样的一个部分。 大家仔细看我这个地方是怎么弹的。 我把右手让开给左手, 然后正好进行排音。 这样子的话就能避免那个杂音的出现。 好,那么我们就讲到这里。